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澳洲的本地情况 那么上周五由于澳洲股市是2016年最后一个财政年度的交易日 因此大盘受到了猛烈的抛盘压力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达到了1.7% 再次回到了5721点附近 中国股市在上周五则有所上涨 但是整体上依然是在3200点以下 并没有太多的波澜 上阵指数上涨0.1% 收在3192 深圳方面上涨0.2% 收在10530点 那么在欧洲和美国方面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欧洲三个国家平均下跌幅度大约是在0.5%左右 美国三大指数是两个上涨一个下跌 但是总体变化也都是幅度不大 但是要说的是 在上个星期欧美股市累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幅度大约是最少的是0.3% 多的则达到了2%左右 那其他方面的黄金没有变化 目前依然是在1250美元以下 油价在上个星期的五个交易日中出现了五天的连涨 到目前为止油价已经从两周之前的42.3美元上涨到了目前超过46美元 那么这也是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面的油价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期级别的上涨信号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着用说一下的呢 就是目前再一次说到澳洲加息的这个话题 上个星期呢 我跟朋友们说到了这个澳洲未来加息两年加八次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其实呢 我也表达了我个人对于这个观点的强烈的这个反对态度 之后呢 我看到一些英文媒体呢 也是说到了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澳洲央行一个前任的委员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呢 之后我看了整一个事情的缘由 以及呢 那个人讲话的这个完整的内容 我不得不要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啊 这个咱们华人的微信媒体啊 有一些时候呢 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 他会呢 刻意的采用一些这个文字或者字眼 而去回避掉整个句子的意义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作者的原话 其实他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如果澳洲的经济达到了澳洲央行设定的目标 也就是大约是每年增长3% 那么澳洲央行原来设定呢 是在2019年左右啊 这个未来呢 澳洲经济能够恢复到3%的经济发展水平 那么在这个前提和假设的条件之下 澳洲的利率水平也将会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情况 也就是大约是3%到3.5%的情况 所以说说这个两年加息加八次啊 从现在的1.5%加息加到3.5%啊 这个缘由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段话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如果我们能把作者的原话说 看看全面就会知道 这个两年加息八次的前提 就是需要澳洲的经济从目前的啊 这个GDP呢 增长仅仅只有0.3% 恢复到3%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是只是看半句话的时候 会曲解了这个作者的原意啊 那么其实呢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英文的报道和评论 也都说到啊 大部分人呢 也是觉得澳洲未来在两年之内 加息八次的这可能性是非常之小 其原因呢 就是我们是反复说到的啊 别看其他的欧美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加息的流程 加息的程序啊 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都已经开始了恢复 从不断是从通货膨胀上 还是从股市的表现都可以看出来 但是目前澳洲的情况呢 却跟其他的这些老大哥们呢 截然相反啊 不但是澳洲的GDP在上个季度 仅仅只有0.3%啊 目前澳洲家庭的负债率 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啊 比美国金融危机之前还要再高 那么在这个高负债的背景之下 就意味着呢 澳洲普通家庭的支出 用于开这个消费的支出 将会大幅下降啊 同时在其他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 例如说现在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啊 铁矿石一直上不去 中国的未来 扑朔迷离等等等等 这些负面因素 加上现在呢啊 像国际评级机构 把澳洲的国家主权评级 从3A级别目前调为负面啊 等待期 同时澳洲的银行也都被降了机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信号呢 就是国际投资者 对于澳洲在今年和明年 这两年的情况并不乐观啊 因此也正是在这所有的 这个条件和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啊 我个人觉得呢 要让澳洲的这个经济啊 在两年之内加息八次 这个任务似乎太过于艰巨了啊 并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那我们都知道呢 澳洲的这个经济啊 和铁矿石的关系 就相当于是战国时期啊 不是春秋战国 不叫春秋战国 楚汉争霸时期啊 这个萧和和项羽的关系 有一句古话呢 叫做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说的呢 就是萧和在刘邦和项羽争霸中 所处的重要地位 那么铁矿石对于澳洲来说 基本上也等于一个啊 或者说等于十个萧和的位置 我们看到不论是澳洲的股市 特别是矿业股也好 或者是澳洲的经济啊 GDP啊 出口业啊 等等都和铁矿石 保持着无比密切的关系 那么在今年二三月份 铁矿石曾经一举冲到 七百人民币一吨的时候呢 当时澳洲媒体呢 是豪气万丈 说到呢 澳洲的经济将在今年 就重新开始加息了 结果不到两个月 当铁矿石从七百多下跌到四百出头的时候呢 所有的媒体又一改口风 说到今年加息是不指望了啊 有可能澳洲经济还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等等等等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知道澳洲经济呢 有教育业 农业啊 畜牧业 科技 医疗等等 但是归根结底 拿出来赚钱的家货饭 还是靠的是矿业 啊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矿业靠的是什么 矿业靠的就是消费 或者说是大量的炼钢 那么目前谁炼钢炼的最多 还是中国啊 所以说最终归根结底呢 澳洲的复兴靠的是铁矿石的价格提升 而铁矿石价格的提升 则靠的是未来市场对于中国复兴的一个期望 注意 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期望值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真正啊 购买铁矿石多少 很多时候只要一个政策的出台啊 或者说一个某一个这个关键人物的一句话 都会对这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关键就是看中国未来经济将会如何 那关于中国经济呢 我承认我本人是对于他是完全看不懂啊 或者说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因为呢 从民间渠道获得 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国内的客户 以及整一个这个啊 民企周围的人获得到的信息呢 都是目前呢 国内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 包括他们的薪资 包括他们的业绩 包括他们所属企业 所属行业啊 在今年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然而呢 在上个星期啊 中国在参加世界峰会的时候呢 主管经济的领导再一次发表讲话说到呢 中国今年的GDP预计 能够打破原来规定的6.5% 而上涨到6.6% 那么也正因为他这一句话 使得人民币在上个星期是大涨了 接近于800个点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官方的信息和民间的信息对不上号 到底是以后越来越好 还是今年依然是迷雾重重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我们作为局外人 尤其是身处海外 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所以我本人呢 还真的不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 到底是应该是看涨铁矿石 还是看跌 我只能等待有更多的信息 来帮助我做出一个相对来说 更能够说服自己的判断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产品 今天说的一个重点产品呢 就是咱们之前啊 可能在很久之前 可能大家说到过的是啥呢 就是 那么这个英镑对美元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呢 如果回归到2016年 在英国退优大选之前 当时的价格曾经最高 横过去看 是接近于1.5的位置 之后 英国退优之后呢 是一路下跌 就了一次之后 再次下跌 最低 曾经达到了1.20 也就是说 从1.5到1.2 下跌了整整是 3000个点 但是我们看到呢 在今年的大约是 5月初头的时候 英镑第一次出现一个反弹信号 并且在5月底 经过下跌 再一次确认 目前再度逼近到 5月初的1.30关口 因此我个人判断 一旦1.30这个关键价格得到突破 英镑对美元 未来将会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那这上涨空间到底有多少 我们不敢说 但是从这个图形来看 假设它下跌从1.5 跌到1.2 3000个点 我们以1500个点来衡量 1.2上去之后 冲破1.3 至少会到1.35 有500点 这是非常保守的预计 所以说英镑对美元 将会是我们本周 重点关注的产品之一 那么最后呢 在今天晚上 同样英国会出两个大的消息 一个是在晚上6点30分 英国的制造业PMI 还有一个是澳洲事件 晚上呢 这个10点钟的时候 英国的央行行长 将会发出来发表讲话 所以说 他的讲话同时也会对英镑 产生巨大的波动 各位呢 一定要小心对待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